往后这天真的是越来越冷了 怎么样这两天很多朋友 这羽绒服是不是已经安排上了呢 过冬必备嘛 那现在很多朋友还在查 怎么样买好的羽绒服 买羽绒服攻略等等等等 准备过两天统一一块网购 是不是 那么如何才能选到 货真价实的 称心如意的好羽绒服啊 这里面真有窍门 最近几天 不少出门在外的路人 已经穿上了羽绒服 记者也来到了济南恒龙广场 不少商家表示 进入十月份以来 羽绒服的销量持续上涨 自从进入十月份以来的话 我们的羽绒服品类的话 也是逐渐地在增长的 因为天气也是逐渐降温了嘛 然后我们羽绒服品类 相对同比上涨了 是15%左右 下比去年的话 是增长都是60%的 羽绒服销量上涨 大家又是如何选购的呢 第一便宜 第二保暖 然后就是看样式 其实比较经典的 会比较牵效益 先关注品牌 分辩好坏没有很多的办法 采访中大多数消费者 选购羽绒服 都只会看价格 款式和品牌 而对于如何区分质量 却都没有什么办法 都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那么过东羽绒服 应该如何挑选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山东省纤维质量 监测中心的吴科长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吴科长你好 你好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沟通羽绒服 应该如何挑选吗 好的 大家在选购羽绒服的时候 可以考虑价格和款式的基础上 通过一看二摸三文的方式 来选购羽绒服 那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操作起来应该如何选购呢 我们通过食物来给大家说一下 随后记者和专家 来到了一家服装店 在这里专家现场教给大家 一看二摸三文是如何操作的 这件羽绒服上标注的 还是非常的规范的 它这个产品标识分两部分 一个是吊牌标识 还有一个是水洗标的标识 那么标题标识呢 它非常全面地标注了产品的名称 还有产品的等级 执行标准 还有这个安全技术类别 还有号行规格 场名场旨 那么在水洗标上呢 这个标注了面料和填充物 以及礼料的成分含量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四月份 羽绒服装新国标开始实施 与老国标不同的是 在填充物的标注上 由含溶量变为了溶子含量 现在新标准呢 改为溶子的含量 那么老标准原来是含溶量 含溶量呢 是包括溶子和溶丝的 含量的支合 专家介绍 按照以往的标识 溶子和溶丝 都能标注为含溶量 现在国标修改后 溶丝不能标注为 溶子含量了 可以让消费者 有更好的了解 那么二摸和三文 又该如何操作呢 首先呢就是摸一摸 这个羽绒 是不是特别的柔软 里面没有这个 成杆状的这种物质 如果这个摸起来 手感比较差 这个比较硬 那么杆比较多的呢 那说明羽绒服里边填充的 这个羽绒的质量是比较差的 同时呢可以用手 轻轻地拍打这个羽绒服 看看有没有这个钻绒的现象 第三呢就是可以闻一闻 看看这个羽绒服 如果有没有这个异味 就是表明咱们这个羽绒 是不是洗得干净 这个洁净程度比较高 一看二摸三文 怎么样都记好了吗 过两天网购的时候 可就用得上了 这个洁净程度比较高 那就是这个洁净程度比较高 好